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今天我要和大家讲的故事和一个房间有关系 这个房间是客厅吗?不是客厅 这个房间是卧室吗?也不是卧室,而是书房 书房是什么意思呢?我来画给大家 当你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扇窗户 这里有窗帘吗?有 我在窗户上挂了窗帘 窗帘是什么颜色的?窗帘是淡蓝色的 淡蓝色的,不是深蓝色,不是深蓝色,是淡蓝色的 这里还有一个窗台 窗台 窗台上我摆着一盆花 一盆花 你喜欢什么花呢?我喜欢玫瑰花 玫瑰花是红色的 我喜欢红色的玫瑰花 在窗户前有一张桌子 这里有一张桌子 这也是我的办公桌 办公桌 表示我可以在这个桌子上工作 也可以在这个桌子上学习 我的桌子上都有什么呢? 我的桌子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这个就是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脑还需要一条电线 我把电线插在插座上 这里就是插座 插座 而这里是电线 桌子上还有一个笔筒 笔筒 笔筒里放了几支笔 笔筒里放了几支笔 桌子上还有一个咖啡杯 因为我喜欢喝咖啡 桌子上还有什么呢? 桌子上还有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 在桌子的左边 是一个书架 一个书架 书架上摆着一些书 有的是中文书 有的是英语书 有的是法语书 书架上还摆着一个文件箱 一个文件箱 里面装着一些重要的文件 很重要的文件 书架上还有什么呢? 书架上还放着一个钟表 钟表 书架上还放着我和家人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我们什么时候拍的? 这张照片是三年前我们回中国的时候拍的 书架上还有一个精美的花瓶 精美的花瓶 这是我们去意大利旅游的时候买的纪念品 一个精美的花瓶 花瓶的旁边有一个箱子 箱子里放的是什么? 箱子里放的是我的朋友写给我的信 这些信我一直不舍得丢 所以一直保存在这个箱子里 书架上还有一本 集邮册 什么是集邮册呢? 邮其实指的就是邮票 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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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寄信的时候 我们需要邮票 我有一个兴趣爱好 那就是集邮 所以这是一本集邮册 在集邮册的旁边 有一个打印机 什么叫打印机呢? 如果你要复印一些文件 或者打印一些文件 那么你就要用到打印机 打印机 在书桌的右边 有一个沙发椅 沙发椅上有一个软软的靠垫 我常常坐在这里看书 这里的光线很好 光线很好 打开窗户 我能看到什么呢? 打开窗户 我可以看到一条街道 街道的对面 有很多房子 街道上常常有汽车 开过去 开过来 所以这个房间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噪音太大了 不过好在 这条街道上 种着很多树 你们家有书房吗? 你的书房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明天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大家的观看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